近日,山西专生本考试疑似泄题一试,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 网友反映,有培训机构自称在2020年专生本考试中压重原题超200分。 7月13日,山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,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回应, 已找到发帖人,正在对具体情况调查落实。 一篇硕城专生本压重分数超200分,还有谁的公众号文章,引发社会强烈反响。 该文章称,在继去年专生本考试压重88分后, 今年的语文、工程数学、英语等科目综合压题命中率高达95%。 网友呼吁,请不要把泄题等于压题,我们需要公平对待,希望彻查,希望给广大学子一个交代。 请我们的教育厅的律师好像已经参与这个事,好像也请公安人参与这个事。 我们正在调查当中,我们考试部门,尤其考试中心定了以后,他会第一时间网上发布。 目前,涉事公众号已搜索不到,硕城专生本压重分数超200分,还有谁一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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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